这个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呀 这不就是一个纸吗 给你们看看今天我买到的啥东西 香烟怀旧配配卡 也叫烟卡 打开来看一下这里面 是什么个事 有挺多盒的 咱们先打开其中一盒吧 是种没有折好的烟卡 哇塞 还蛮多张的 这个也是需要自己折 但是我怎么感觉 这个烟的名字有点不对呢 黄鹤楼 芜蓉王 真龙 这个是什么 黄金烟 这是故意把这些烟的名字 给印错吗 那这种烟卡呢 不仅是没有折过 而且还需要把这些多余的部分 给撕掉呀 这样子才能折 你们折一个吧 这上面有标明儿童玩具系列 完成一个 再折几个吧 折之前呢需要把这个边角料这些 给撕掉 我看到很多人不会折烟卡呀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但是折烟卡呢 也有很多种折法啊 比如说有些会把它折成正方形啊 一些别的形状 这一种呢应该是最标准的折法吧 旁边 Broaden 我又应该是正方形啊 入口 говор中占了 给翻监 那些是 我忘了 那个 我忘了 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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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折了一盒呀 那这个烟卡呢 真的是 其实它根本就不算是烟卡 因为它不仅这些名字 它是印错的 而且呢 它就相当于一个纸 把它折成这种形状而已 我想应该也没有人去玩这种烟卡吧 这种连假的都算不算呀 但是我觉得 这种的话 比在路边去捡呀 或者是用那种真烟壳来折的 要干净卫生一些吧 但是我感觉这种烟卡的话 要重一些 不是那么好拍呀 你们看 很难把它拍一番转呀 其实吧 我真的觉得不知道玩这种烟卡 有什么意思呀 这个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呀 这不就是一个纸吗